这个在讲零交叉点之前呢 先回忆一下上一课内容 上一课讲的是这个降噪 回忆一下降噪 降噪降的是谁 降的是噪音 也就是说你在录音之前 先录一段噪音 先把这个背景的噪音录 录下来一段 然后呢获取它的特性 获取特性之后 然后你可以把它保存起来 作为通用的这个噪音特性 然后你再选中整个波形 就是有你的音频的这个波形 这个时候 这个降噪器就能把背景的这个噪音 从整个这个波形中降噪 不但你这个说话的时候 这个噪音没有了 平常这个噪音也没有了 什么时候这噪音都没有了 这个那么降噪狠不狠 有什么来决定呢 由这个降噪级别来决定 通过这个条件能决定 降噪是狠的 是不太狠的 另外呢 还有这个上面这块 有这么一个曲线 那么这个曲线决定 你在高频阶段和在低频段 甚至在你某一个频段 上面降噪的这个是降的比较厉害 还是降的不那么厉害 是吧 那么这FFT是这个复利液极数 好 这次讲零交叉点 首先咱们看一个零交叉点 我呢 这个生成了一段这个波形 这个波形是什么波形 怎么生成的 回忆一下 以前学过这个中音的斗 中音的斗怎么生成的 我把它上了之后 点一下生成音调 256赫兹是中音的斗 我说它高的8度 512赫兹 是不是就是高的8度啊 试听一下 我不喜欢这个声太高的 那么256还是 生成了这个一秒钟的斗 那么咱们听一下 这个比较低沉是吧 把它放大了之后呢 可以看到它一个一个的 一个的这样的波形 那么比如说我在这随便选择一段波形 选择波形之后呢 我Ctrl C复制一下 我把它 我把这个选的更特殊一点 复制一下 Ctrl C复制一下 然后再换一个位置 我在这个位置 比如说Ctrl V粘贴 在粘贴的过程中 你可以发现 它这个波形是有变化的 原来是很这个规范的波形 但是这块呢 是不是有有有一个变化 诶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 是因为你刚才选择那个波形 很不规范 对不对 那么怎么才能叫选择规范呢 首先一个波的完整的波形 是怎么选择的 是这样是不是就算一个完整的波形 这样就算一个完整的波形 那么这个时候 它从副向正和这个 这个服务雄振幅有一个交点 这个点就叫一个零交叉点 那么同样的这个点 是不是也是一个零交叉点 那么这个点 我现在鼠标这个点 这个点 是不是零交叉点 这个显然不是 因为它是从负到正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只需要从正到负 这样选择很多零交叉点 选择完整波形 每一次都选择完整波形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比如说复制 我再去别的地方粘贴的时候 粘贴的位置 你也得选择零交叉点 对吧 在粘贴的时候 那么这样的这个波形 是不是还是依然完整的波形 它不会破坏声音本身的 这个特别 那么你说这么大的这个波形 你哪 你那么一个小小失误 能看得出来吗 这个时候 比如说你做标准化 或者你做这个声音选择的时候 这样选起来会比较规范 对吧 你复制粘贴的时候 还原性也比较好 这就是细节 有句话吗 细节决定什么 细节决定成吧 那怎么才能选好这些点呢 那么它有些快捷键 比如说我在这选了一个 这个一个完整波形之后 我按Shift加O 它往外扩 你发现了吗 是不是往外扩 Shift加I呢 往里缩 而H呢 往左展 G从左收 L往右展 按住Shift打 然后K是往右手 这些快捷键都在哪呢 肯定你在这个 这个叫做这个 快捷键与密地主发里面能找到 它另外有一个叫零交叉点 你可以看到 这个六个快捷键 就是选择这个 这个声音的时候 这个 这个完整波形的快捷键 那么你说这个还是很麻烦 那么怎么办呢 有这么一个东西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横轴上啊 右键它 吸附 可以吸附到什么呀 吸附到零交叉点 这个时候 你在选择选区的时候 就 就是完整的这个零交叉点 才能会选中 你看我 我移动过来之后 它自然而然吸附到零交叉点呢 我如果把它放大的话 它也自然而然是零交叉点 你看 这个 左边界 左边界放大 它是不是零交叉点 右边界呢 是不是也零交叉点 那么 这样呢 你就能保证 你选的时候 肯定是零交叉点 或者你 随便找到一个点 这个点位 肯定也是零交叉点 为什么了 因为在这个 右键 右键这个横左标 这个吸附里面 你已经把它吸附到了 零交叉点了 它每次选取啊 每次停 停顿啊 都停了这个零交叉点 就全自动了 好 咱们这次呢 讲的就是零交叉点 下次呢 咱们就开始这个了解一下 多鬼的情况 这个单鬼呢 基本上先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